美丽的光 此时此刻 我希望传递给你一些重要的信息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正在发生着什么 请记住 我爱你 造物主也爱你 此时此刻所发生的 正是一场自我的战争 它并不是来自于外界 此时此刻 有什么比冠状病毒更可怕呢 那就是你的恐惧 你的恐惧会降低你的频率 降低你的免疫力 从而更容易被负能量影响 那么在这种时候 冠状病毒就更容易侵入你 担忧 焦虑 恐惧 这些都会降低你的频率 此时此刻 你不仅仅应该反思你与自然的关系 同时 你也应该反思你与自己身体的关系 你有没有审视过自己所吃的 所看的 所听的 此时此刻 正是时候审视这一切了 不要浪费自己的能量 关注陷入那些舆论当中 也不要去埋怨 此时此刻任何发生的人和事 仅仅是活在当下 归于你的心 请听你内在的声音 我们每一个人并不仅仅是一个肉身的存在 我们的肉身 这个载具 只是我们神识的妙语 我们所吃的 所看的 所听的 都对我们有很大的频率影响 那么频率影响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免疫力 你的意识创造你的一切 例如创造了你的身体 包括你的免疫力 积极的心态和情绪 会让身体创造更多更强大的免疫军队 来抵抗外来侵入 仅仅是深深的呼吸 并保持内在的平静 将爱 平静 感恩 带入你的内在 这些特质 会将你的能量提升至一个很高的水平 提升你的频率 从而增强你的免疫力 无论你在地球的任何地方 正在发生着什么 请相信我 此时此刻的你与我 都是被关照着 请保持正向 让光和爱 充满你的心 让心的力量 建立更强大的免疫军队 这是一场自我进化的选择 这是一场自我的战争 请相信你自己 相信造物之主就在你的心里 就在你之内 你创造着这世间的万物 我相信你可以赢得这场自我战争的胜利 我爱你 我爱你 如同你爱我 现在你只需要 闭上你的双眼 完全地放松 我爱你 和我一起 并且想象着美丽的绿色之光 充满你的心 并让着绿色之光 扩展 放大 充满你的 整个存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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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